因為開羅揮藻料的拉絲沒有像記憶那麼講究 如果說你這個感覺讓絲的不夠 或是說你絲拉不夠的話 你再把這個藻料再攤開 再攤開然後再把那個藻絲紋再灑上去 灑一遍又再重新又再復穩 不過千萬記得說 你這個藻絲紋一直加越加越多的時候 你這拉絲紋本身會把那個藻料的味道會 會說沖淡的 那這樣的話是說你加的拉絲紋特別多的話 你這些配料裡面就是說 比較重的味道像這蝦粉啊 還要再下重一點 它味道才會出來 不然它會把味道沖淡 這點都千萬要記得 你只要你開洞的話開洞 你那些配料 一般如果說你加一包來講的話 你那些配料的話一定要加兩包或三包 它味道才會出來 那搓好可能就不用 待會兒我們再談談搓好 其實開拉好跟那個 可能比鯉魚還簡單 沒有像鯉魚那種複雜 因為鯉魚的話一般會掉小的 可是鯉魚一般聞一下掉大的 所以說一般都開的熬料就說 拉的顆粒會比較大 那這個很簡單說說 你開了太多拉絲紋 你像我剛剛講的再把它打散 你再把刺尾青跟那個蝦粉 要加進去也行 就是說沒有像技術那麼講究 只是說因為釣樓會來講 是說它是以味道為主 再來是狀態 所以說你那味道有夠的話 你狀態稍微差一點也無所謂 不過我們盡量是味道跟狀態 都是最好的 釣樓 剛剛我們開了一份那個 戳拉結合料 然後現在我就說 因為它這個糖啊 裡面那個小魚蠻多的 釣拉耳的話 可能就是半水會被魚吃光了 所以說我現在就再介紹一份 就是說純戳耳 然後剛剛我有提過就是說 現在 因為 校灰這個東西啊 夏秋 因為現在也是秋天 它是效果特別好的 我剛剛那個開的拉耳 是才加了三分之一 那如果說我釣 因為小魚特別多 那我純釣大的話 我可能會 就是說它的量 我可能會加到一半 半包的校灰 然後就說 這個是有一點 剛剛有講過 有帶一點拉絲粉的 因為有帶拉絲粉的話 它的黏度會稍微比較黏 因為有小魚多 所以我要開的比較黏 我們 所以說 有用到搓好這份耳料 有搓拉的這份耳料 那比例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一對一啦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這份耳料的話 我們要凸顯的是 校灰 這個酸 這包啊 我剛剛自己有聞過 就是說它的味道 聞起來是蠻舒服的 它也是鮮味的 跟這個鮮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它這是拉耳的鮮 這是一般搓耳的 它不帶拉絲粉的 然後我們帶也是一樣 這比例也是一份 就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剛剛我講的說 這刺繪金跟這個 南極蝦粉啊 因為小魚特別多 這個東西就 這個刺繪金跟蝦粉 就比較加的多 因為刺繪金跟蝦粉啊 容易招小魚啊 所以說 我們來加的話 應該是佐亮啦 佐亮差不多半包 然後蝦粉也是半包 這南極蝦粉也是半包 這樣應該過 其實這份辣料算是 以釣蘿蝦文來講說 算 簡單化一份辣料 我們先把它 混一下 混均勻 以水的 我們就把它 先混了 好 不好以後先 放一下 大約一分鐘 時間到的話 你摸摸看 你看我現在摸的話 它已經 太稀了 我們就說 在這些 剛剛加的這些蝦料裡面 灑一些粉 放進去 然後再重新再拌一次 因為這個 這個糖裡面 那個小魚特別多 所以說你的耳料 一定要有黏度 一定要夠 黏度夠 硬度 不能太硬 為什麼 你如果硬度太硬的話 就說 連大魚進口都會比較差 就說 黏度夠 帶硬 不能太硬 就適中的硬 就是說 它能入國範圍 理得住小魚吃 然後有大魚 給 機會給大魚吃 這樣 黏度一定要 基本上就是 一定有黏度 然後再來硬 硬不能太硬 那所以說這根耳料 基本上可以戳的 你可以一直打 那這根耳料 基本上就開好了 你看我 我捏一塊出來 給各位釣一下 你看 你看 它算蠻黏的 黏度很夠 然後可是它硬度 也不是很硬 那也不是很軟 那這樣它可能就 大了底 那這樣 你就可能掉到大的 那如果說 剛剛我們看到 那種耳 如果散得太快 它伴水 小魚都全部接走了 所以說 盡量是說 有小魚的情況下 不要掉 耳料 盡量掉錯 如果剛剛那一塊的話 你可以說 就是說 你再把它 多 多揉幾下 然後 再加一點粉 進去釣硬一點 不過盡量說 有小魚的情況 不要拿 那霧化太好了 小魚就 吃光了 那就 那應該是這樣 開溫耳料的話 也不是蠻複雜的 就是說 以基礎這些耳料來開的話 應該 這樣 你去 釣一趟 野外 或者說 氣質堂釣一趟 的話 要釣大的 應該會 效果不錯 可以釣魚 可以嘗試看看 好 就算 飲心 要釣魚 有時 之間 就要釣魚 裡面 都會像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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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